由曹正世身世景主演的历史剧《魅惑之人》即将在21号开播 官方释出预告与最新剧照 《爹父亲》 《亲爱的大军》是什么人吗 《死亡之人》 《死亡之人》 《魅惑之人》讲述曹正世饰演的君王李仁 陷入王权及政治斗争的危机之中 而复仇心切的孙世景试图魅惑曹正世却不抵他的诱惑 两人将在爱情与憎恨之间徘徊 其实曹正世自从继至《一生生活2》之后 时隔两年多重新回归电视剧 也让观众第一次看见他饰演严肃的君王一角 孙世景也是第一次挑战女扮男装的角色 让观众相当期待两人的化学反应 所以呢 差不多了 那么有点 说片曲 这是第一次看见 就是变化的 那么再次看见